這個地方要先取得 因為我要連結的時候 我需要先去取得 他現在的這個ID ID是多少 比如1 那我就透過這個 這個函數 MySQL Reout 去把這個table裡面 第幾筆的ID先抓過來 先暫時存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那到時候的話 透過什麼 透過UIL的方式 去這邊去抓到這個 ID等於哪一個 那第幾筆 他就可以顯示出來 那有點像是 我們之前講過的那個 類似像這個 就是他這邊後面不是也有一個 一個什麼 哪一個PHP 問號ID等於多少 其實後面這個多的 不需要 那比如說我今天 在這邊輸入1的話 動態好了 Enter 他實際上也會去抓其他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所謂的用get的方式去傳遞 那這個一樣的道理 當然我們也可以 動態的傳遞 這個訊息 去給那個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就是先抓到 然後呢 再去丟給 這個ID 好 丟過去之後的話呢 他必須去處理幾個問題 但第一個你要先抓到 所以切過來之後的話 我需要怎麼樣 先在這邊 取得什麼呢 用什麼方式去取得 用get的方式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傳遞過來的那個ID 丟給這個 這個ID 好 那他要做什麼呢 一樣去做連線的動作 連結買Seql Library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去下一個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呢 多一個地方 就是說後面這一段 這個是全部查 這個是會有ID 等於什麼呢 你傳遞過來的 比如說1 那就先去幫我查1 然後UTF8 另外的話呢 查出來的結果 一樣是放在這裡 那查過來的東西呢 應該理論上只會有一筆 不會有第二筆 也不會有第三筆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什麼 利用這邊有一個叫Punch Row 把這裡面的第一筆先抓出來 不需要跑回圈 因為抓過來一定是第一筆 那就是我們要查那個 那在分別怎麼樣 把它利用這個裡面的 它因為是用正列的形式 所以丟過來的 這一筆紀錄裡面的 就是順序 你可以去看應該是 1的話是應該是 0的話應該是 那個就是它的編號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 就是1 2 3 4 5 OK 然後就可以把它 通通都放到這裡面來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我連結它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把資料給帶過來 OK 那這邊的話 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 理論上應該是OK了 不過是不是這一行我剛剛漏了 也是漏了把它加上去 看一下 這邊好像多了一個 這個 把這個 把它save 一下 理論上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那就可以當我點擊它的時候 它就可以秀出來了 不過這個 好像有一點點小問題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 這個傳遞過來的ID是有 但是抓的資料 現在是顯示不出來 可能要再查一下 理論上應該流程是沒問題的 因為之前我做過 是OK的 但是 奇怪這個地方 不知道哪個地方 有漏了還是什麼 有漏了還是什麼 這個 這個查過來 應該丟過去的ID是沒錯的 那只是說 這裡面呢 為什麼沒有資料沒有出來呢 這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地方的 這個頁面裡面 的那個 UL到UL 從這邊也是資料庫部分 一樣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我剛剛這個OK了 就可以 比如說我今天 不過好像才插了一個 這個最好 最好是一個 比如點擊進去 欸 抓到了 有沒有 它要把它列出來 但是最好是這邊 可以有個back 有沒有 回上頁的效果出來 所以最後這邊的話 如果要back的話 很簡單 這個page外面點一下 它有個back的屬性 還記得嗎 就是這邊有一個 那個data add back button 有沒有 這邊給它設為tru就好了 tru之後 把它save ctrl加s 切過來一下 然後再點擊它 欸有個back了 有沒有 或者上一頁 這好像講過了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資料給帶過來了 OK 這樣子 那剛剛 其實 為什麼錯 其實我看了半天 其實基本上呢 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就有一個 剛剛有同學指出來 這個地方可能多打一個s books 理論上可能很多書 應該會覺得這個table 應該是books 所以有時候多打一個s 那多打一個s 跟少打一個s 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table 如果不存在的話 一定找不到東西 另外還有哪一個地方 好像utf8 comment 抓第一筆 好像也沒什麼 library 這個地方OK了 好 後來我怎麼知道有錯 我也不知道怎麼改 我後來是 再來到把什麼呢 我們那個202有沒有 202的程式啊 我把這一段怎麼樣 其實這一段 它跟那個 剛剛那一段的差別 只是說一個是放在表格裡面 一個是放在什麼 一個是放在那個 我們的list view裡面而已 所以 那有時候被直接移植 後來發現可以啊 我就直接把它Ctrl-C Ctrl-V 把這兩個變數拿掉 把fire刮弧拿掉 run一下 居然就OK了 剛剛我也在查半天 後來我發現這不是辦法 這樣子 花太多時間 那也沒有辦法 當然最好 如果以後你要能夠順利執行完成的話 還是一定要一個範本 反正這個範本一定要隨時要在 不然的話說這種東西 你要能夠很快的把它做完 但是太困難了 每一行都要把它背下來 應該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提供給各位範本 怎麼樣去做連結 那至少今天我們能夠做到的 第一個就是怎麼樣 可以做出那個PHP動態的這個部分 但是同學會想說 這個東西還在PHP裡面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去從我們的手機的頁面去連結過去 其實到底很簡單嘛 你就做一個button 不是有超連結嗎 那以前的連結 是連結到緊page1 緊page2對不對 那是自己本身的連結 這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們前面有那個哪一個地方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沒有 底下不是有連結 那我們都是緊 有沒有 那這個部分呢 是單頁的連結 所謂單頁連結 就是說我們自己本身 這個是它直接本身一個頁面 所以它也不會去更新 不會refresh 不會一直更新 所以之前有同學用那個地圖有沒有 做靜態的 奇怪 第一個page可以 但是第二個page的地圖就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去更新 因為它裡面預設是agents 是為true 就是它不會去動態更新 不會像我們重新整理 所以呢 它不會有新的地圖產生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說你以後要做外部的連結的話 這個地方恐怕你就是要連結到什麼 http冒號兩個斜線 然後呢 記得是你一定會有個固定IP 加上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那個網站 斜線哪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比如說app03.php 去連結那個php 它就會幫你載入到 這個頁面了 OK載入進來 但是實際上你會想說老師這個是網頁 可是實際上現在的趨勢就是這樣 載入進來之後 你只要用JQ mobile幫它包裝之後 其實user根本沒辦法察覺到底它是網頁 還是用原生的方式寫 沒有user會去care這些事情 最care的就是說 他能不能順利的去把這件事情完成 就像說我們常用的很多系統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它其實是連到外部 後面其實就是一個server 也是一個網站 其實連的你從前端 就像說我們常常查那個 像高速公路的ETC 那ETAG嘛 有沒有它實際上也是類似啦 就是你輸入東西 它幫你資料查過來 顯示出來 類似這樣 但是會有個不同的點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在插入那個超連結 假設那個連結我們http 那也許就localhost 不過你記得 你在將來一定會有個網址 假設我用127.0.1好了 斜線後面就是我們的哪個網站 的哪一個東西 不過最後還要記得 我們可能在頁面設計的時候 如果說你要確定 它能夠連到外面的話有幾個方法 就是說這邊有target 目標有沒有 記得讓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一個叫blank blank的話就是說它會額外去跳出一個頁面 但是其實在手機裡面幾乎沒什麼察覺 那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在這邊有一個叫做什麼 就是連在這個頁面的屬性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往下 有一個叫做data什麼呢 這個叫relative 應該是relative relative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設定為什麼 設定為這個 叫做external external的話就是外部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將來在連結的時候 它不會在原來的頁面上面產生 而是會在什麼呢 在我們的另外一個頁面 另外一個面前 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其實我也還試過很多方式 比如說它的data agents 預設的話為true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false 那這些方法的話 都是可以確保就是說 你可以連到外面 否則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做這相關的設定 它會跳出一些什麼 什麼error訊息 讓你沒辦法去連結到外部 所以會有這些部分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比如這邊的話可以把它改成false 然後你external這邊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讓你連結 可以連結到外部 OK 那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等一下試一下back 然後這邊點擊資料帶過來 然後把資料一個蘿蔔 一個坑的放進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城市很簡單 就是這一段 那你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我剛剛 應該是這個 可以把那個我們在那個202題的第三個 的這個上面這一段 其實我只有get的書號 但如果說因為我們這邊只有設計 就是只有從書號去抓 但你要去其他的話 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然後你可以把那一段call過來 刪掉不要的東西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r1到5 就是這一筆記錄 它會只有抓第一筆 因為查到只有一筆 把這一筆記錄的這一筆 一個蘿蔔一個坑 塞到這個我們要的這個裡面 那最後再做一個什麼 這個back 記得就點外框 然後去找到什麼呢 找到它的那個屬性 有一個這個 這叫做back at the back button 有沒有 BTM OK 那試一下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app要怎麼樣去連結資料庫 這個部分其實是大家非常關心的議題 可是說真的 目前還真的要找到比較好的參考資料 到真的不是那麼多 所以剛剛同學有提到那個 那個jqmobile與php的那本書 我發現要買都還買不到 不過現在也有新的技術 也許就是jqmobile配合那個什麼 node.js node.js也有人這樣用 實際上主要就是解決什麼 前端的就是用那個javascript 其實那個node.js跟jqmobile都是javascript的一個 算是什麼韓式庫 讓javascript更容易使用 更容易使用 那一個是前端的 前端就是控制使用者端的這些動作 那後端的就是像php的資料庫 那兩者怎麼樣把它 可以把它拉在一起 這其實是很不太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主要就是第一個 能夠怎麼樣 把資料庫的資料 我們用202的這個範例 可以秀在你的手機上面 第一個當然就單欄 可是單欄你一定會覺得 這好像不太感覺不好 所以你可以多欄 而且可以格式化 第三個就是在座超連結 第四個就是連結到哪裡呢 你可以把那一筆詳細記錄 帶到另外一個頁面去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將來呢 你沒有辦法在 就是你原來手機設計這邊 用index.html 因為如果你只要是點html 你一定不能夠執行程式 所以如果你剛剛另存新檔針 點index.html 那就不會work了 而且一定要存在server端 php一定要在server端才能run 如果你把php存在手機端的話 即便是一個php 他能執行嗎 當然不會執行 ok 所以這個也是目前設計上面的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難點 因為如果說手機端也能夠執行sams 你手機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太複雜了 所以通常的話呢 會把php放server 然後用外部連結的方式 連結到server端 去取得資料再丟回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